大家好 今天是6月25日 星期四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被視診20宗確診 兩人疫亡 飛沙區一名功效老師染疫 P&E Playland在7月10日局部重啟 汽車巡遊慶七日 反歧視協會說 Global News報導失實要求道歉 B.C.首席衛生官Bonnie Henry醫生 今天繼續公布新冠疫情更新 省內新增19宗確診個案 加上一宗有流行病學關聯的病例 一共20宗個案 累計2869人確診 目前仍有179宗活躍個案 15人需要住院 其中7人在深切治療部留醫 今天再增2人疫亡 累計人數升至173宗 而有2517名患者已完全康復 今天沒有新的醫療護理設施 或者社區爆發疫情 目前疫情持續的醫護設施仍有7間 而社區爆發點則仍有2個 Henry醫生特別提到 今天新增的確診個案當中 一人是非沙區一間公立學校的教師 衛生當局已經聯絡了那名患者的緊密接觸者 而開校就沒有學生受影響 另外對於北美冰聯NHL 似乎不會考慮以溫哥華作為賽季的中心城市之一 Henry醫生雖然表示遺憾 但是他強調不會因為冰球而提高省民面對疫情的風險 東岸疫情方面 安省確診人數增加至34205人 灰傘的確診人數也增加至55,079人 全國的確診總和達102596宗 疫苗人數方面 安省有2679人死於疫症 灰傘也有5448人死於疫症 全國的疫苗人數達8,541人 卓能聽力中心由李智蓮博士主理 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現在的助天氣還有超級優惠 聽力有問題 快點來Land Sound 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李智蓮博士談談吧 今年夏天可不可以去P&E玩? 相信這是很多小朋友心目中的疑問 今天終於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了 太平洋國家展覽館行政總裁Shirley Frost 因為上午宣布了一系列P&E夏天的活動 而Play Land就會在7月10日重新開啟 一開始才會開放10至12個適合家長 帶著小朋友同坐的遊樂設施 包括旋轉木馬和旋轉茶杯等 例如過山車等一些難度較高的設施 則仍然需要研究開放時間 但是不用等到Play Land重開 P&E在7月1日Canada Day當日 就會舉行市場第一場Drive-Thru慶祝活動 P&E的創意總監Patrick Roberts就這樣說 大家要跟我們一起祝福Canada Day 它會有任何唯一的Canada Day Parade 你可以安裝車子 穿上紅色和白色的衣服 安裝臉色的衣服 把所有人都放在車上 然後實際上成為Canada Day Parade 另外,P&E的年度緣遊會 則會在8月的最後一個星期舉行 Dr.孫是麻省理工畢業生 曾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為中學生長線規劃申請美加大學 親自教導學生所有申請大學的必修課程 16名AP和SAT 學生多倍著名大學錄取 詳請請諮詢6047239890 《楓葉反種族歧視行動協會》 今天召開新聞發佈會 再次譴責Google News 在4月30日 刊登名為Intone and Everest的文章 說這篇文章的作者副拍 將所有加拿大華人都貼上 外國代理人的標籤 協會主席白毅說 這種不準確的報導 在讀者心中 仲下了對加拿大華人的不信任和仇恨 架劇了新冠病毒疫情期間的種族主義 協會發言人謝聲表示 他們已經書面聯絡了Global News 要求他們正式道歉 同時亦都聯絡了總理辦公室 保留包括法律途徑在內的 其他尋求被公平對待的方式 利豐地產Judy鄭如珍小姐 擁有超過10年豐富的地產專業經驗 忠誠可靠 用心為客戶尋找理想家園 商業投資、買賣等服務 疫情期間 歡迎視頻聯絡Judy 電話是604-566-2888 亞省阿法巴斯坦 Chipayan原住民郵長 Alan Adam 因爲車保過期的問題 而遭到警察拘捕 並被控以拘捕兼襲警的罪名 但是警車上拍攝的視頻公開之後 案情完全翻轉 視頻顯示 警員當時將郵長猛力推倒在地 之後還揮拳打頭 郵長昨天原本要出庭應訊 但發現控罪已經被撤銷 郵長的律師事後說 檢控官撤控 證明警員當時濫用暴力 郵長是因其原住民的族裔背景 而招來警察的暴力對待 涉事警員據悉仍然在職 但是因爲另一宗襲擊案 而成爲被告 大家好 我們是明報加拿大發行部的同事 在現時疫情嚴重的情況下 我們知道你不一定方便出街買東西 所以明報現在提供三個月送部上門服務 每天將明報送到你家門口 如果你需要我們送明報到你家 只要打個電話通知我們就可以了 我們的電話號碼溫哥華是604-247-4278 三角洲一的校巴 今天在車道上無法維持行駛 三角洲市警前往事發地點營救時 發現校巴的車胎胎紋非常淺 找地力不足 開在路上非常危險 警員說校車司機受過相關的教育 更加應該注意車輛安全 在現在這樣的情況下 找工作不容易 對大專生來說可能就更加難 不過大專生不用擔心 因為只會肯做事 做義工 都可以有最多五千元的輸入 總理道路都今天宣布了多項幫助年輕人的措施 其中包括政府會出能給做義工的學生 政府今天開設了一個網站 學生可以在這個網站上 找到那些需要義工的非牟利組織 根據他們的工作量 可以獲得最多五千元的輸入 與此同時 政府再補款一億八千六百萬 在高需求的行業 採取兩萬個實習機會 另外有投資六千萬 擴大加拿大數據工作計劃 為15至30歲的年輕人 採取一萬個新的工作機會等 加拿大釋放孟晚舟 換取中國釋放康明海和斯柏佛的議題 這幾天討論得越來越熱烈 總理杜魯多今天終於斬釘截鐵地說 無論你們怎麼說 加拿大都不會這樣做 包括前國會議員和資深外交官等 19位加拿大公眾人物 昨天發出了一份公開信給杜魯多 要求司法部長引用相關法例的條款 終止孟晚舟的人道聆訊 杜魯多在今日記者招待會上說 如果這樣做 長遠來說 會比加拿大人在海外旅行 帶來更大的危險 他說 我很尊重聯名寫這封公開信的人 他們都是加拿大的傑出人物 但是我完全不能同意他們提出的建議 因為他們設想的做法是錯的 杜魯多說 釋放孟晚舟 短期內可以解決問題 但是這樣做 就會令到成千上萬 前往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加拿大人 面臨更大的危險 因為其他人會覺得 如果需要對加拿大政府施加政治影響 只需要隨便抓幾個加拿大人就可以了 所以 我們必須繼續給外界清楚了解到 加拿大是有一個獨立的司法系統 這個系統的全部運作都是獨立的 它是不會受到任何外來 包括外國政府的干預 我們認為中國政府這次的做法是不妥當的 杜魯多的說法是否代表孟晚舟不會獲釋放呢 當然不是 杜魯多的說法是 不會用釋放孟晚舟來交換康明海和施柏佛 孟晚舟放不放是法庭的事 法庭如果因為引渡理據不足 或者是孟晚舟的權利受到侵害 法官可以判孟晚舟獲釋 即使判孟晚舟要引渡 到時司法部長也可以因應加拿大的整體利益 而判引渡令無效放了孟晚舟 現在說的是不會用釋放孟晚舟來做一個籌碼 去交換康明海和施柏佛 兩樣東西雖然都可能是放 但是意義是有不同的 溫哥華明天26日星期五的天氣預告 預測全日大致多雲 下午有三成機會會下雨 溫度最高有21度 內陸地區更加會有26度 UV指數有9 強度屬於甚高 晚上多雲有六成機會會下雨 溫度最低只有16度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還有幾天 相信國安法的條文細節很快就會公開 全國人大常委會下市的會議 定了於今天星期日到星期二居行 預料會審議港區國安法 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前律政司長梁愛思 今天在港台節目說 認為港區國安法會在本月底通過 他說儘管香港的意見紛云 但他們不知道人大內的意見是否搞一致 他們認為成熟時就會提交表決 港區國安法的具體草案條文到現在還未公開 梁愛思認為當局去避免公開所有條文之後 引起反對立法的破壞行為 那是否即是暗示國安法推出之後 對破壞行為的監控會更有作嚇力 他又強調人大在整個立法過程中 已經充分諮詳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法律界 及香港社會各界 亦有足夠討論內容用作參考 去年的反修例示威活動 香港警民衝突激烈 中國就認為是香港的恐怖主義抬頭 但美國的看法就很不一樣 美國國務院在星期三發表了2019年反恐形勢報告 報告中的中國部分 包括香港及澳門 提到香港去年沒有錄得恐怖主義活動發生 特別指出港府去年錯案將支持民主 和人權的示威者行為描述成恐怖主義 而中共是香港的發言人 亦錯不出香港示威者行動 形容成出現恐怖主義描頭 而香港警方方面 報告就說香港警方重視反恐 反恐特勤隊協助各境區落實反恐策略 以及向各行動部門提供專業和戰術支援 而中國方面 報告就說中方缺乏透明度 和沒有提供足夠資訊 未能證實當地涉及恐怖主義的活動細節 報告批評中國以反恐之名 自2017年4月以來 將過百萬的新疆圍五二人 和其他穆斯林少數主義送到拘留營 並以高科技收集DNA樣半頓監控 現在看看娛樂新聞 今天李佳心出席新劇殺手的記者會 被涉藏了很久的他 上台突然被坤哥叫他芯姐 他就說好聽不慣 我們看看他還有什麼感受 好 那個說芯姐 芯姐 李佳心 你真的有芯姐來嗎? 不適應 我真的以為借說芯芯姐來了 我們這部劇有芯姐嗎? 身為望嗎? 李佳心姐 不要亂說 這些東西不能亂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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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那個真的不太適應 芯姐 芯姐也不受 你做什麼? 太生愛 一次生兩月熟 沒聽過嗎? 沒聽過嗎? 是 陳茯不是從此改口嗎? 芯姐 謝謝你們啟發了我 我終於知道原來 芯姐在這裡 謝謝昆哥啟發你 沒錯 為什麼我剛才說了這個話題 昆哥 就是蟬夢昆哥的口愛 待會可以訪問一下他 他說錯話的心得 大家可以訪問一下 剛才我真的做回劇情的角色 大家都笑 對 他也是很粗皮 說話很大動作 很粗魯 有一次我跟高林私下吃飯 那些聊天 他突然看著我 你為什麼現在跟角色一樣 融入了 我立刻害怕 因為角色真的挺粗皮 而且很大動作 糟了 我是不是已經搬到那邊 坐在那邊 坐在那邊就抹大腿 真的 真的 原來是不覺不覺 是會做這些 哈哈 還沒去到那一部 裡面有的 但私下就 他突然會抹鼻 好笑 很不激 對 但是他順次這樣說我才知道 你才發現 我那一刻去一去 原來我是這麼粗魯 在別人眼中 就是這樣 對 那期男友有沒有投訴你 叫你斯文一點 對 那期應該是忙於沒有什麼見面 沒有什麼見面 對 一開始就很少時間 所以他應該發覺不到 看不到你這一面 對 其實平時的我都不算斯文 但是還沒至於這麼誇張 今天叫老婆去鳳場 決定老婆去家 看看幾點鐘 不是我小孩 9點半 小孩 8點睡覺 都要計一計時間 看下 提早有什麼要做 小朋友睡了一覺去看 對 但是第二天早上 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做 變成我們是早醒的 變成要跟小孩出去 看看能不能夠時間 不怕不怕不怕 他現在下午看這個 我看自己的那裡 12點那裡 對啦 現在小孩一起去看 你的溝女戲不敢讓老婆看 我的溝女戲 其實都是 只有淡笑而已 你知道我們都是叫 樂而不仁 所以變成有 開心的東西來搞氣氛 隨便拿來做叫 搞我開心 搞我激 你抽兩個氣氛 當時也是對著阿D Goling也有 對呀 他主要對外面的 Goling Goling最多 今天的新聞在這裏結束 多謝收看 絕快